而且我知道 光二先生看着下人 其实很温柔的 过来 把手伸出来 这公子怎么知道 我花多数 契运 在江湖走动多年 我对薛行为作为敏感 这 这 还觉得温柔吗 一点小声而已 是这恋心 才就是他 才要说出来的 说出来就能不疼了吗 说出来 就能不要而愈吗 不能 当我小时候 每次摔破了膝盖 我母亲都会 一边 一边给我伤药 她说 浅浅要是疼的话 就要告诉娘亲啊 每次我母亲跟我说这话 我觉得伤口 好像没那么疼了 被人关心着 难道不好吗 小孩的世界 和大人的世界不一样 江湖中 幸福和威望 可以拿来分享和展示 而痛苦和秘密 则不可告人 则不可告人 所以人们 常陪他这儿一起欢笑 却很少有人 可以陪着一起痛苦 很少 那不是没有 若是伤口掩埋在心底 自己一遍遍描摸 一遍遍触摸 只会变得更加伤痕累累 你看过受伤的野兽吗 他们不会把伤口 占尽给别人 因为族群里容不下若者 他们只会独自找一个阴暗的山洞 悄悄天使 等待康复 或者死去 可人不是野兽 野兽没有心 但人有 心 总归要有一个栖息之地 倘若有人相伴 出血暖酒 即便不够光明炽热 也足以度过心底的寒冬 但并不是每一个你心里的人 都会帮你问一壶求 野兽呢 他会在你心上 划下一道伤 明日去医馆 这点小伤不要紧 我不是吃这个 你这儿说很疼 不像正常人温度 要么生病 要么中毒 天机人受到风害 有点发热 出药了吗 没有 自从长老遇害之后 出入医馆 都需要治公司的手里 去药材跟食言可 打着我的令牌 让大夫按你的需求需要 这令牌